范冰冰和李玉这对演员和导演的组合 尽管在光贯陆里的娱乐圈也是不多见的一段 从2007年合作苹果开始 范冰冰便成为李玉导演作品中唯一的女主角 在两人相识的六年中 李玉把范冰冰送上国际电影节影后的宝座 范冰冰则让李玉作品获得了更多关注 日前记者罕见地拍到范冰冰和李玉的聚会 就像在李玉的影片中一样 范冰冰一眼是素颜不化妆 身着绿色长裙风吹裙摆和邻家女孩一样 而李玉身着牛仔装透着干练利落的气质 当天的聚会除了范冰冰和李玉 还有双方团队的工作人员参加 显然这不是一场私人聚会 而是充满着公干的气氛 莫非此次难得的聚会 意味着范冰冰和李玉的四度合作即将开启吗 范冰冰曾这样形容她和李玉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像一帮闺蜜之间的那种亲密 反而更像两个男人之间 有些江湖意气的那种感情 的确范冰冰和李玉就算在聚会的时候 也不像别的闺蜜那样腻外在一起 没有以示亲密的相互跨着 也没有咬着耳朵说个不停 告别的时候范冰冰用了一个贴面拥抱 结束了当天的聚会 凤凰视频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